请问不要走开 马上登场的是年终门将五大神迹大盘点 面对小小罗的大力扔一球抽射 门将使出浑身解数 把原本已直接飞出底线的死球 用肩膀奋力挡进自家球门 五大门将神迹第五名 门神九首成绩名就此扶伤 效果将原本已经出界的死球奋力抢救为庆球 神迹指数五难度五 面对亨利的点球门将很稳很从容 即使被射穿了步步也不扑球 坚决只扑空气 遇上来捕射的亨利似乎是被门将至于神迹所雷倒 放弃捕射 也许是为了不辜负门将先前的努力 不会上来 毫不犹豫 将球怒射进自家球门 古大门将神迹第四名 门神弗雷德里克森 神迹名 慧眼时真身 效果 尽管看见球就在眼前 但仍旧执着地相信 边上那团空气 才是真正足球的真身 神迹结束六 难度七 范尼主法点球 不逢扑救室尽管使用了天外飞仙 飞得很高很离谱 但方向却判断失误 中将此华丽的神迹副救 浪费成了仿空战 第三名 门神不逢 神迹名 天外飞仙 效果 发动后 无视任何自然界真实物理规律 只要有一个基点 哪怕只是空气 一样能够达成一球袭来 天外飞仙 神迹指数八 难度八 面对点球 门将毫不犹豫地 在扑向右边的一刹那 钻进了绿营场的草皮里 它的用意很明显 是想出气不意地 突然再钻出地面挡住来球 可惜停留在地底的时间过长 球早已进往 尽管失败 门将仍不忘展现 它的另一神迹 真软骨弓 五大门将神迹第二名 门神卡梅尼 神迹名 顿地术 加真软骨弓 效果 发动后 拥有穿山甲斑 穿山入地 无所不能的神奇演出 附加效果 全神骨折 伸手易出 神奇指数九 难度九点五 面对对手从对方半场开始发动的反击 门将突然进入状态 撇开一切场内的干扰和内心的杂念 只顾施展最正宗的凌波微步飘移 也许是太过专业 不业一天も 直接 无一天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